我們接著在針對短指的部分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一般比如說 我們像 這裡 我把它關掉一下 這邊 好假設你看到這個 你給人家的網址這麼長一段 應該會封掉 對不對 所以不太可能 那你要給人家這一段的話怎麼辦 你把它複製起來 你可以到這邊 在這裡 你如果進到這邊因為有幾個 同事已經進到這裡來有沒有有四個同事進來了 進到那個文件 就是那個超連結的 就是我們 即時擺板面不設有一個相關軟體有沒有 相關軟體這邊 這個 這個你如果進到這邊的話 裡面就有這個連結一樣的你點到它 下面就可以直接連結過去了 這個是我寫的一個部落格的文章 那GG.GG這個短子其實還蠻好用的 蠻好用的 剛剛各位已經體驗過了 所以呢你只要進到這個 短子的頁面 跟你真正的網頁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反正它就是一個轉換嘛 好像我們電話轉接一樣 那你只要把你的 要給別人的網址貼進來 把它貼到裡面去 但是重點在下面這裡 有沒有叫Customize Link 自訂 因為如果你沒有用 那跟你平常用別人的差不多 好所以你只要勾起來 你就可以在後面自己決定 你要後面叫什麼 當然 因為這是 都必須是唯一的 所以如果 被我用走了 你就不能用 這公平嘛 因為你要產生唯一的 所以說 你在這邊 比如說我打一個 今天我有用過的 這個我有用過的 你告訴他 我要把它變短 他會告訴你很抱歉 這個已經被人家用走了 有沒有出現紅色的 對不對 那我就告訴他 好吧 我好像用到 零四還零五的 我用零六 OK 短子 縮短一下 有 有沒有馬上產生一個短子出來了 這樣你再給別人就好嘛 甚至你用這個 再去產生QR Code也可以啊 對不對 如果說真的有需要的話 這樣至少 QR Code 不是給人看的嘛 他是給 手機看的 對不對 我們看不懂啊 但是至少是人看得懂 所以這個部分是 另外再跟各位分享一下 雖然不是軟體 但是對各位有時候 你需要做跟別人分享 資料的時候 不管是在雲端硬碟的 還是 一般的 網頁 用這樣子都相對快很多